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 各位观众 来到我们《讲人讲事》 今天当然是要讲回博士接受访问 是我们EETV 《化学人生》里面主持人 徐法普先生 对不起 徐法普博士 希望你看多些《化学人生》 因为他实在是帮我们贡献很多 他每一集不是像我们那样 随时看到什么就说什么 他是做一个一集的节目 他可以去research做几个月才去拍一集 所以他这次是讲徐元里面的东西 他都做了两三晚通宵 他才讲 当然他这些是专家 但是他都退休了这么多年 他想给准确一些消息 各位市民 但是有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EETV上讲的 就是 为什么只是跟公屋去验呢 是吧 好似我们今天看到《苹果洞新闻》 他有讲的 就是 奥斯汀那个是新世界 给中国建筑建的 还有《苹果洞新闻》 就是《新世界》 《惠德峰》 《港铁》合作的 还有一个《苹果洞新闻》 就是《苹果洞新闻》 就是《苹果洞新闻》 《苹果洞新闻》 有没有事的 我自己现在私人 我们香港关注会 是现在出去帮一些私楼 不是一定是长江 比如港铁 新世界 不是只是验这些的 那我们帮私楼 全部私楼我们都帮他们验 为什么呢 因为你政府 为什么只是关注公屋 为什么我们私楼 我们不是香港人吗 是不是 就算我们不是香港人 我们不是人吗 所以这个是我们免费 就为香港人服务的 我今天听到 张小姐很奇怪地说 她说 我意识到 她说 我帮市民做事就可以了 我老公的东西 代表我没有做事 这样的意思 但是我想问 张小姐 我在九龙西真的没见过你 你说我在九龙西做过什么呢 还有你们九龙西那些区议员那些 就是蛇齿饼肿当然啦 那当然当然多啦 但是你们做事呢 我见到呢 犯法事的呢 其实我见到有的 你那个业务东呢 就是就在我们那幅大厦 竟然犯法呢 帮他们申请消防 退遲啦 让他们先维修啦 怎么可以这样的呢 是犯法就犯法的嘛 怎么可以跟他们求情的 例如梁美芬那样 就是跟法官求情 她是什么黑社会 但是她是好人 被法官罵 是应该抵骂 好像这宗中国建筑那样 我觉得查查一下呢 应该是廉政公署查 因为你省了些钱去哪 是不是 落了哪个袋呢 还有很奇怪的呢 这宗中国建筑 它有上市的 上市公司里面有两个 如果苹果日报没有错的呢 范锤丽太有份哦 还有那个黄英伟呢 如果我记错的呢 在三十年前呢 她就拍着罗康帅 那这些 就是圈圈圈圈圈圈圈 好像全部你们都是政府的官员 里面有关系的呢 那好像我参选那一年 我照一下照一下 那为什么梁美芬会走了去 跟新世界 鄭家淳 鄭家淳 忘记了 新世界你有股份 股东 还是什么 你有没有受薪呢 我不知道为什么你不披露呢 但是我就查了你在里面 那为什么你会做立法会议员 就是虽然你不要说报了上去 我们市民没有去查你 但是你有没有申报你里面 有多少收益呢 是不是 哇 原来立法会议员这么好处的 啊 怪不得放这么多石齋饼 怪不得这么多人 为中国人出声 普选啊 政改啊 哇 这么多人分身 全部出来 那些官都出来 哇 很多利益输送咯 那你还有一个一哥警务处长 哇 你现在答个问题 你会不会做政协呢 如果可以为香港出分力 我都愿意 那就是你 铺硬个位置给你啦 怪不得前拉后放 打得这么个人 那我就想说呢 都是那句 我们都要 呼吁一些 不要被人收买了的 因为现在出来收买 很多人被人收买 就是我不排除学生都有的 那所以呢 我希望呢 真正的为香港人出声的人呢 那 你就是要出来参选 为什么呢 你现在 好像我说 废除延政公署 因为延政公署 是向一个人交代的 我为什么要废除他呢 不废除你也可以 如果万一 我们有机会去参选 如果我考虑去参选的话 如果有好彩 我们整班人入到立法会的话 就说 不废除你也可以 你就要什么 不只听命一个 听命整个立法会 为什么只听命一个呢 好像我废得你多 说要废除你 你又拉一单 遗标 是吧 不废你的 全香港你说 哎呀 遗标那些拉不到的 拉不到我们请你做什么 给人工你做什么 是不是 遗标又拉不到 收购又拉不到 一百百下 你这些汇涌 这些 我想有 那些圆那些 又拉不到 你不要告诉我 一样都拉不到 如果我真的去参选 我进来呢 我一样都帮你拉到 因为为什么呢 我一样都不聪明 我查你们这些最聪明 那下次我再跟你说其他东西 你们要多点看EETV的法学人生 拜拜